仔细的比较多放的打听 因为有个男子呢 到了台中旅游 他参考了网路上的低价位饭店 选择了一家饭店入住之后呢 以晚上不到一千块钱 但没想到这个房间呢 跟网路上所泼的照片实在差很大 这个地毯都老旧了 墙壁剥落 加上没有加盖的天花板空调 民众怀疑说 旅游业者呢 他们在网站上所拍的照片 应该是十几年前的 这就是网友所说的饭店房间 实际状况和官网差很大 网友在每一张照片底下家住解释 天花板空调没有加盖 出现了一个大洞 地毯还有大块的屋渍 脏灰灰的枕头 有皮屑和头发 门外的墙壁也都斑驳脱落了 甚至还有红色的不明屋渍 仔细比对饭店网站 虽然不是五星级的 但是照片看起来也很精美 网友怀疑这可能是多年前的照片 和现实状况比对 看起来年久失修 新旧差很大 我们现在就来到这家饭店了 看看网友所讲的房间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就在这里 实际来到这里 房间设备真的很阳春 但业者也坦诚 他们不是五星级的 景气不好 只能够低价懒客 没有怎么可能 这只教会怎么可能五星级 就是最主要是床 然后浴室这样子而已 网友入住了单人房 一个晚上不到一千块 针对网友的批评 业者一一的提出解释 实际上的房间 跟我们的网站是一模一样的 再来他讲说 一般还会确认房间状况 其实一般只要客人有进来 我们一定是带房间 因为我们旅馆是以亲切来取胜 网友泡照引发热烈讨论 有人说做生意就应该要有诚意 饭店经营十几年 即便没有本钱在投资装修 但也不该把多年前 金美照片PO在官网上 中天新闻公益德成立如 台中报道